白白胖胖的北极熊 十分享受洗澡的时光 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可以打扰它 每只北极熊 都会用低姿态爬出浴缸 据说是为了防止 滑倒摔成白痴的缘故 成年的北极熊 通常会自备浴巾洗澡 看来这一只旺带 可能之前有摔倒过 它只好不断使用背部磨蹭墙壁 好让身体上专失的毛皮 恢复干爽 北极熊是有点矛盾的动物 它喜欢泡澡 但是又不太喜欢湿湿的感觉 它有个大胆的想法 它趴到石头上 想要磨擦身热 看来它对于效果不太满意 它瘫坐在地上 非常后悔自己忘了带浴巾洗澡 北极熊的嗅觉相当灵敏 它嗅了一下 判断这是牛奶雪花冰 决定吃一口看看 它觉得不好吃 就吐掉了 北极熊的毛皮能反噬阳光 心全天然保护色 它躺下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它了 这还真是给了它天生的优势 和洁白的雪地融为一体 等待猎物出现 现在它又出现了 但是不仔细看 还真是看不出来 它得用墙壁来抓养 姿势看起来有点好笑 也许这正是它的目的 藉由散发幽默感 让猎物降低解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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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